天可见连 后来这些官场工人 最后是胜诉了 钱也不用还了 可是这十八年来 有多少的人 因为这个诉讼过程当中 生命消失 因为时间很短 我先预告观众朋友 一件事情 后来这些官场的土地 在头粪变成这一块 其中包括华纳 威秀 捷兵区看过这个地方 现在这边是头粪 房价最贵的 一个透天处要卖到 两千多万 在这个苗栗的地方 整块地 包括了我们这边有 华纳威秀 还有其他的大型的 百货购物公司 在这个地方 现在全部已经变更了 好 已经全部变更 成为非常贵的工商用地 观众朋友等我广告之后 我要接受你的call in 草君宅告工人 那么仙女王如璇 只过自己不顾苍生吗 好 这个问题我问一下 那其他其实我问一件事 其实陈菊对这个事情有做说明吗 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昨天陈菊市长听到王如璇这样说 心里感到非常遗憾 过去这些官场工人的错误 就是在国民党执政下面所种下来的因 那在这当中 民进党也想要帮忙去解除这些工人的困境 无奈这个法律跟行政命令 有他的一定的程序 那王如璇的意思是说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只有显现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肩膀 没有承担 一个已经想要去担任总统 副总统的这样领导角色 如果面对过去的事情 只能说都是别人的错 那请教一下 好吧 民进党执政八年 有一些地方做不到 但请问一下 国民党你已经做了七年半了 你又做到什么呢 如果你可以先反攻自行 然后再来说 我们愿意继续往前努力 我相信大家听了也不会那么心痛 这些官场工人在这种过程当中 受到的煎熬 不是他一个人 是他一整个家庭 然后他们还曾经去卧轨 国民党是用什么态度在面对他们 固然陈菊在那个时候 被审计部逼着 他没有办法要去提告 他就挑两三个人 他不是全面提告 全面提告是谁做的 是2008年的12月 2008年以后 说网路选上台才全面提告 但是这个当中 老实讲 我们一再不断地想说 我们可不可以有朝野合作的空间 替这些人来解套 代位求偿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民进党是全体从上到下都愿意 不会对这些事情上给国民党苛责 可是网路选也不愿意 再说退一万步来说好了 网路选呢 说他不是仙女 不可能一下来他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他面对这些弱势者的态度是这样子 包括那个最低工资 那大家都会记得一粒茶叶蛋 那个过程 对不对 为什么为了一颗茶叶蛋 要这么困难 然后我们16年来 马政府呢 薪资是倒退到16年前的状态 我没有看到网路选有好好的去帮我们的劳工 争取讲话 倒是他自己存款呢 增进不少 2008年他在财产申报的时候 他还只有存款979万 一年不到的时间 他第二次申报 他的存款变成2200多万 他如何这么厉害 担任一个政府官员 薪水都卖开 他们钱薪水都卖开 两个加起来 一个月给你赚50万好吗 一年了不起也700万 他的薪资全部不要算 他居然有将近2200万 暴增的存款 大家去发现 原来啊他真是厉害 投资高手 专门投资军宅 军宅就是依照眷村改建 那只有担任军职的人 才有成购的资格 那而且他必须要持有两到五年以上 不得出售 不得转租 不得出让 或者其他名义 在这样的状况下 这个网路选呢 先是成购叫做债权人 之后呢 他在同时购物 过了一年居然可以脱手给自己的妹妹 然后自己就进账很多 而且他不是一次在这个财产申报上出问题 我们要问 如果国民党现在用这么多高道德标准 我不要用别人的标准 我就用国民党标准来看好了 这样子有符合国民党的道德标准 那如果没有 相对于这些官场的工人 这样的落差有多大 网路选跟他先生都是法律人 台大法律系毕业的 很知道怎么样避开违法的范围 在那个边缘悠着 可是既然这么会懂得法律 为什么不去替这些官场工人 好好想一些解套的方法呢 自己会去草军宅去转售 却不愿意为这些官场工人 寻求解套的空间 还更可耻的是 在2008年的12月 说无薪假是合法的 好 无薪假的部分 等我们再进一步讨论 等我们进入广告之后 要接听观众的电话 到底草军宅告工人 王如璇的人权律师 是不是自己打脸呢 而朱立的选择 王如璇会不会陷入另外一个 就是媒体继续炒作的话题 当然这里面一个关键的字眼 不论军宅是如何 这个有调查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内容 他说他出面和原屋主莫中令 这个莫中令签订了 不动产买卖契约 但实际上是为妹妹王如慧所有 所以王如璇包妹购买房屋的时候 茶屋转售徒利之明显道德瑕之 难以料以为师之责 这是我们说监察院内容 可是比较有趣的是这个题目 王如璇替包妹购买房屋 那么就做了这个法律动作 法律动作替他妹来买房子 可是他是劳委会主委 却不应用法律的方式来报劳工 所以替妹妹买房子 她是法律人 告劳工 她也是法律人 真是双重标准 我们先进入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听一下 观众怎么来解读 这样的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